2024年上半年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曾连续发出太阳药般红色预警 进入9月 再次发出太阳药般红色预警 并提醒相关单位和公众 做好相应准备 2024年 太阳进入一个新的活跃周期 卫星 导航和空间站等重要设施 做好应对措施 那么我国的科研人员 是如何监测太阳活动的 太阳活动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温暖的阳光不遇着地球上的生命 但太阳也时不时会发生爆发活动 比如太阳药般 日免物质抛射等 太阳上有很多的爆发 比如说太阳药般 日免物质抛射事件 如果它冲击到地球的时候 就会引起地球空间环境的一些剧烈的变化 我们把这种变化就称之为空间天气 近年来 随着航天发射技术快速发展 我国在300千米到400千米近地空间 相继发射 卫星 空间站等航天器 像太阳药般 日免物质抛射等灾害性空间天气 不仅会影响航天器的正常工作 也可能影响地面通信 电力传输等基础设施的运行 给经济社会带来巨大损失 1859年 英国天文学家卡林顿 观察到一次剧烈的太阳爆发现象 这次太阳爆发 在短短的一秒钟内释放出的能量 相当于平时整个太阳 一二十分钟内释放出的总能量 这场太阳风暴 对当时的岳阳电爆系统 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电爆塔架火花四溅 电爆值自发燃烧起来 1989年3月 狂暴的太阳爆发物质抛射到地球 引发了极强的地磁暴 导致加拿大魁北克省 大范围停电事件 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亿美元 那么如何才能监测到 太阳的异常活动 这里是中国科学院 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子午工程的大脑 大屏幕上显示的 是来自于全国31个观测台站 空间天气实时监测信息 空间环境地基综合监测网 简称子午工程 它北起墨河 南至南极中山寨 是期间为止世界上最大的 空间环境地基监测网络 子午工程二期 于2019年开工 目前已完成设备安装 调试工作 它是如何监测空间天气异常 并提前做好 预警预报呢 我们要预报空间天气 就像预报我们地球的天气一样 需要几个基本的条件 一个条件 我们需要观测 我们的太阳的活动 太阳到日地之间的 这个空间环境 我们整个地球空间的环境 进行长期连续的 这个监测 另外一个的话 我们还需要来了解 日地之间 这些空间天气 年所变化的一些物理的过程 把空间天气预报的模型建立之后 我们才能谈得上 开展空间天气的预报 2024年9月13日 当我们走进中国科学院 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空间天气监测预报中心大厅时 这里的工作人员 紧张地凝视着大屏幕 李主任 我看你们这里忙忙碌碌的 是有新任务了吗 是有个新任务 什么任务啊 那么在前天凌晨 太阳上爆发了一个 X1.3级别的药斑 那么这在药斑家族中 已经是一个最强级别的药斑了 对 在接下来的两天中 我们还陆续发生了 多个M级级药斑 那么会对我们整个的 空间天气造成严重的影响 那么为了应对 接下来可能的空间天气事件 我们整个植物工程的 所有设备和运行人员 都严正以待 密切关注空间环境的扰动 并且及时准确地发布 空间天气预报 这是不是就相当于 太阳上的一次火山爆发了 对于太阳而言 这只是一场普通的烟花秀 但是对于地球而言 那就远比一次太阳火山爆发 来得更为剧烈 那举个例子 在2022年的我们的滩家火山爆发时 它大约相当于数十到一百个 氢弹爆炸的威力 那么这一次太阳爆发的活动 它产生的能量爆发 大约是数百计 甚至到数千亿的 氢弹爆炸的威力 所以两个不可同日而语 太阳爆发威力巨大 喷发出的能量和物质 由于速度不同 会对地球形成三轮打击 第一轮到达地球的 是太阳爆发时闪烁的强光 这种强光既有可见光 也有我们肉眼看不到的 紫外线X射线 它们以每秒 三十万千米的速度 飞向地球 只需八分钟左右 就能到达地表 这其中的可见光 会被资物工程中的 诸多接收装置捕捉到 比如 位于云南丽江的 光谱成像日缅仪 它可以在强烈的 太阳背景辐射中 过滤掉杂波 找到太阳药般爆发时 可见光波段 光线的增加 尽管太阳辐射的增加 不会对地球造成太大影响 人们甚至也难以察觉 但这种监测设备上的显著变化 就说明太阳有了异常活动 提醒工作人员 注意太阳药般的出现 当第一轮的强光被探测到后 此物工程运控中心 就会调集相关设备扫描太阳 找到事发区域 但是太阳距离地球 有1.5亿公里 这么远的距离 搜索一小块药般区域 并不容易 这就需要刚刚投入使用的 圆环阵太阳射电望远镜 发挥作用 圆环阵太阳射电望远镜 坐落在海拔3820米的四川省道成县 313部直径6米的抛物面天线 均匀排布 围成一个直径一公里的大圆环 远远望去 宛如平放在高原上的一串珍珠 这些天气就像313朵向日葵 始终朝着太阳的方向转动 这座位于圆环阵中心的百米高塔 是圆环阵太阳射电成像望远镜的眼珠 它与313朵向日葵 组成了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 综合孔镜 射电望远镜 人们形象地称为千眼天珠 它是子午工程二期的标志性设备之一 也是我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空间环境地基综合监测网 重要的一部分 而它的主要监测对象 就是太阳射电辐射 当太阳药般爆发时 射电辐射和高能带电粒子都会增强 这些高能的带电粒子 大概需要十几小时到达地球 因此它们会成为对地球的第二轮打击 这轮打击的杀伤力有所增强 可以影响卫星上电脑芯片正常工作 也会对出舱工作航天员的身体健康产生影响 那么如何稳确掌握它们的运行轨迹 2024年9月 当太阳药般爆发后 313度向日葵同时面向太阳 形成虚拟超大口径的望远镜 此时千眼天珠需要立刻辨别清楚 太阳爆发活动究竟发生在太阳大气中的哪一层 因为不同层的爆发 抛射出的物质和能量不同 这是判断此后太阳风等级大小的重要依据 那么这一轮多个要帮引起的太阳风噪异常的复杂 那么现在影响我们地球的很有可能只是先头部队 那么对我们破坏更大的阻力部队 还可能正在到达战场的路上 千眼天珠不但能判断太阳爆发的威力大小 还能看清偷射出物质的速度与方向 从源头之后的话就是平行计 因为你看我们从太阳表面一直到我们的地球 大概1.5亿公里 阳环阵的话是可以测到大概5个太阳半径左右的这样 5个太阳半径 再往外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的话从5个太阳半径 所以从日地空间一直到我们这儿的话 大概200多个太阳半径 所以的话这么多200多个太阳半径怎么办 就这块几乎我们是不知道的 那不知道的话就是这台设备就可以给出它的监测 这个就是行星际闪烁监测望远镜 位于内蒙古的行星际闪烁监测望远镜 是中国首台专门用于行星际闪烁观测的射电望远镜 望远镜采用一座主站两座府站的协同连测方式 行星际闪烁监测望远镜主站 拥有目前我国最大的抛物柱面射电望远镜 由三排长140米宽40米的抛物柱面天线组成 其天线口径探测灵敏度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可以捕捉到太阳风的运动 太阳风是太阳药般爆发后 给予地球的第三轮打击 因太阳抛射出的粒子团质量大 破坏力强 会对运行的航天器带来致命的打击 同时还会引起强烈的地磁暴 损害地面通信 电力等基础设施 2003年10月爆发了万圣节太阳风暴事件 造成全球范围短波通信中断 雷达信号消失 民航飞机失去联系 瑞典电网中断一小时 GPS导航出现故障 多颗科学卫星数据丢失 甚至有些航天器运行高度突然降低 险些脱离预设轨道 那么行星际闪烁监测望远镜 是如何监测太阳风来袭的呢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通过行星际的闪烁 来去看我们的整个太阳爆发的 它的整个的这个异团的等预体 使得行星际的它这个扰动 我们就知道这等预体到底到哪 打个比方说这个行星际闪烁的话 打个比方说就是晚上 我们用个手电筒去照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光柱出来 对吧 如果说是里边要有灰尘啦 有雾啦什么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的话呢 这台望远镜也是看到 宇宙的这种射电的这种光阁 相当于是我们的时间筒一样 行星际闪烁监测望远镜 追踪太阳风 就像地球上追踪台风的气象卫星 由于太阳风飞行速度较慢 到达地球的时间需要二到六天 这就给行星际闪烁监测望远镜 测量太阳风速 确认太阳风的位置变化 带来了机会 行星际闪烁监测望远镜 于2021年开始建设 虽然刚刚投入试运行 但已经从广袤无垠的宇宙中 清晰地捕捉到几股高能带电粒子流 和太阳风的行进轨迹 除了云南的光谱丞相日缅仪 四川的千眼天珠 以及内蒙古的行星际闪烁监测望远镜之外 还有哪些仪器监测到这次太阳要般的爆发 对我们进行空间来进行观测 这边也有一些个大型的标志性的设备 比方讲这个三亚的三战式的飞行杆子雷达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三战式的飞行杆子雷达 它建设在我们的海南岛上 那它有一个主战是在三亚 两个主战的话呢 是在丹州和这个文昌 这样呢 形成一个三战式的一个飞行杆子雷达 那这个杆子雷达的话呢 目前在国际上的水平是最高的一个水平 而且它最大的特色是离着我们的赤道非常非常近 所以对于我们低纬地区的电磁层的观察特别的重要 太阳风临近地球 会与地球磁场碰撞 产生复杂相互作用 但要对这些反应进行监测并不容易 因为这些微观粒子间的碰撞太过微弱 并且距离地表有几百上千公里的距离 这就好比要用肉眼去观察几百公里外的一根蜡烛 为此必须建造一个超大显微镜 这就是三亚非相干散射雷达 这部长三十多米宽二十多米的大型相控阵雷达 是由八千多个小阵源组成 它就像蜻蜓的副眼一样 可以扫描赤道附近近地空间 电离层和大气的异常等危机航天器运行的现象 都逃不过它的眼睛 此外 还有采用光学 地磁等不同手段 对近地空间进行监测的设备 例如 位于新疆 内蒙古 吉林的中纬高频雷达 位于海南丹州的镇列式大口径激光雷达等大科学装置 除了子午工程之外 我国在太空也设置了监测点 2021年10月14日 我国第一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 西河号顺利升空 中国也由此开启了空间探日的时代 西河号是一个双超科学技术试验卫星平台 具有国际首创的超高指向精度和超高稳定度 它重550公斤 设计寿命为三年 运行于平均高度517公里的太阳同步轨道 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对太阳进行监测 西河号的主要科学载荷 是Hα成像光谱仪 Hα是研究太阳活动在光球和色球响应时最好的谱线之一 而西河号则是国际首次使用该光谱 对太阳实现空间探测 西河号就像人类送到太空的一个巨大扫描仪 每46秒对太阳大气进行一次精密扫描 记录太阳爆发时的大气温度速度等物理量的变化活动和规律 西河号的主要任务是观测和记录太阳活动时太阳低层大气的变化 通过对这些变化的分析 去进一步探究太阳活动的原因和规律 比如预测太阳爆发的时间和规模 即使太阳暗条与太阳爆发的内在联系 2022年10月9日 我国另外一颗探日卫星夸复一号顺利升空 夸复一号首次在一颗见地卫星平台上 实现对太阳磁场 太阳药斑 日免物质抛射同时进行观测 因此也被称作先进天机太阳天文台 它可以在紫外线波段和硬X波段对太阳进行观测 填补了地面监测系统的频段空白 不但能够及时发现太阳第一轮打击时的光辐射 进行太阳爆发的早期预警 而且可以进一步揭示太阳磁场演变 导致太阳药斑爆发和日免物质抛射的内在物理机制 来自于两颗太阳探测卫星获得的探测数据 和紫武工程地面台站的信息 在紫武工程综合信息与运控中心进行初步的整理与分类 然后传递给空间环境预报中心 进行详细的处理与分析 对于像太阳药斑这样的空间天气预报 是如何发布的 它的准确性又如何呢 这里就是我们的预报大厅 我们的预报大厅实际上是紫武工程 预报资源分析统的一个部分 我们将紫武工程以及各种监测数据 传到我们这里以后 进行空间天气预报产品的发布 李主任我看到这些五颜六色图片 这都代表着什么呀 这里面实际上是我们不同波段的太阳的照片 你们从颜色可以看出 它实际上代表了太阳不同高度的 这样的一个监测结果 您看这幅黄色的跟前面几幅有明显的不同 它上面有一些小点 这些点是什么呢 这一张像一个洁白的月饼 上面有一些小小的黑点 实际上就是太阳黑子 别看它这样小小的 但是它蕴含的能量特别大 就像我们的各位美女帅哥 如果你的脸上长了一个小的青春痘 你的脾气就会变得暴躁 而在我们的太阳上面 如果有这些小黑子 那就太阳即将进入爆发期 各台站传输过来的数据 通常是一串串枯燥的数字 而预报大厅需要对这些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 使它们变为更易于理解的图片和图标 现在大屏上五颜六色的太阳 就是对太阳的不同状态进行可视化展示 这样便与预报人员进行比对分析 与地面天气预报不同 进行空间天气预报的只有少数专业人员 但两种天气预报都同样复杂 不但需要多种监测数据 还要进行大量数值计算与分析 而当遇到今天这样复杂的情况时 还需要多位专家通过会商得出最终的结论 报告已经在我手上了 那么从目前的报告来看 未来我们还会爆发更大强度的这个地磁暴 并且持续一到两天 但是整体而言 这次磁暴对我们整个地球磁身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那么对于我国电力层扰动 以及境地卫星的安全来说 可能危害也不是很大 但值得关注的是 这次地磁暴可能会爆发比较强的这个极光现象 甚至在中维度地区都能看到极光现象 我想广大的射眼爱好者可有眼福了 9月14日 通常只在极地出现的极光 这次甚至在我国北方部分地区都能看到 可见这次爆发的威力之强大 好在太阳风主体与地球擦肩而过 没有给我们造成重大损失 目前的准去率可以达到多少呢 那么目前我们的预报水平应该说整体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那么以太阳风暴到达时间为例 那么这一次我们太阳风暴的到达时间误差大概是四个小时 已经是国际非常好的一个水平了 那么对于磁暴强度的预报 我们是预报KP达到了7 而国际上实际上观测的最后达到了8 那么差别也是非常小 哦 那我们这个准确率可以说是相当至高了吗 对 我们还把我们的这个预报的结果 实时地发布到一个国际的平台上 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同世界各地的模式的结果进行同产竞技 同台PK 那么总的来说我们的水平还是国际先进 子午工程 作为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空间环境地面综合监测网 运行十余年来 获得了海量的数据 这些数据就像一张张CT图片 帮助科研人员揭示了空间天气变化的过程和深层规律 从而极大提升了我国空间天气的预报水平 那么子午工程在应用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 这个在应用方面 我们也是利用我们子午工程的这个数据 也支持了我们国家系列的这个航天活动 比如说我们这个载人空间站的这些运围的空间环境的这个安全的这个保障 我们探月的工程 我们卫星这个发射 我们都利用子午工程的数据 我们这个子午工程除了我们主则主业 它跟我们国家的其他的大科学专制 还可以进行一个很好的这个相互的这个配合 相互的这个联合的这个监测 比如说我们最近跟这个中国的天眼 开展了一个联合的这个探测的这个活动 我们子午工程的非相干产生雷达 可以这个发射这个电磁波到我们的这个月球的这个表面 这个月球表面的这个信号 反射回来非常的这个微弱 所以这就需要我们这个FAST 它非常这个高灵密度的这个接收 我们就可以来研究我们这个月球的这个南极 看它是不是有可能有我们这个水冰的这个存在 这也为我们这个未来这个探月工程 蚕额7号奠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前期的一个基础 子午工程无论对我们的空间天气预报 还是空间天气理论研究都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但子午工程有点缺憾 只能白天监测太阳 夜晚就无能为力了 这使我国地基空间环境监测存在盲区 可能无法第一时间获得相应预警信息 那么未来这一盲区将怎样被弥补呢 植物工程这个一期和二期的这个建设 应该来讲已经是构成了我们地基空间环境的一个 基本的这个框架 这个在未来我想有两个方面可以进行延拖 一个方面很重要的 我们是要这个开展这个国际植物圈的这个大科学计划的这个推动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植物工程跟国际上的空间环境的这个监测的网络和体系 能够联合的这个运行 我们在继续在推动国际植物圈大科学这个计划 这个另外一个方面对于我们自己的植物工程 我们在一些局域的这个区域 可能还要进一步的进行这个高精度的这个分布 更加密集的一个监测的这个活动 我想这是两个未来这个发展和延拖的重要方向 自1755年观测到第一个太阳活动周期开始 人类现在正经历第25个太阳活动周期的上升阶段 预计2024年下半年到2025年上半年 太阳活动将达到高峰 太阳药般日免物质抛射发生的次数会越来越多 地球遭受太阳风冲击的频率也将随之增加 而令人欣慰的是 近期子午工程二期也将完成最终验收 它的投入使用不但能够减轻灾害性空间天气事件 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还可以进一步加深对空间天气事件 整体演化过程的理解和认知 为我们未来迈向深空 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